我下面讲一下那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布局校正就是如果说切割的时候 它是两个拼接他不 他不重合说一梁画一梁画完之后 二梁他俩接缝的地方不会被拼到一块该怎么处理 校正的算是校正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东西 先打开这个70506软件 这个是普通切割软件 一个是70506软件 打开7050 我这边是用两个集信器 这边接个接的主板 这个接的是摄像头 这个是千兆网卡 这是百兆网卡 OK这样就打到真的就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摄像头了 摄像头的画面 然后这可以调一下增益 白平衡这里曝光 先不管这个啊 我先说一下我先画一个举行 这个举行稍微大一点 然后呢 用用的是 你看这个这个举行 这个举行呢 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面 调整一下这个 速度和功率 双击改这个速度和功率 在这里改成速度 这边改速度 改这个激光1和激光2的功率 最大功率和最小功率 这是最大功率 这个 拐弯功率是最小功率 这个 好吧 我先比划一下吧 大概示意一下 然后这只是个举行吧 正常一个画出来的指 浮面上画出来一个举行一个拼 应该拼应该一拼 他 他大概示意一下 一两画出来这上半了 上半块 二两画这下半块 如果他拼接不好 会换了错位 会重叠 我一会在纸上表 表示一下 我现在平面 没那么大的纸 先比划一下啊 然后我点这个普通切割 看到吗 这个普通切割 这个普通切割 好 这就画完了 他画完之后回完回到那个定位点 我之前设置了个 这个70点回到70点了 这个70点的位置现在提到了 好 我 我再纸上说一下这个意思啊 我们要求的是 结果是这两个两 两个两 这是一两画 我画这部分 二两呢应该是也能对起来 是个这样一个举行 对不对 但实际上如果说参数没设置对的情况下 哪几个参数呢 就是回退距离 和那个是说 有两个参数 两个参数会影响 结果会 如果设置不对的话 结果变成什么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了 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 这就是说一两 一号两画成这个样子的 一号头画这个样子的 二号头画这个样子的 二号头画成这个样子的 这是一种情况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 这种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好吧 这两种情况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 先不说能复杂的情况了 先说这个简单的吧 这两种情况 就是错位 左右错位 要往左错位 要往右错位 好吧 如果以上面这个图为准的情况 你看到吧 这个是这边错位 这个往这边错位 是什么哪两个参数会导致的呢 在这里 菜单 系统参数 然后轴参数里面 0点回退距离 你看到 这是轴参数 这个这个轴参数 一个轴一参数 轴二参数 轴一参数 这个回0点回退距离 看到吗 这个0点回退距离 这里现在是5对吧 我现在是0点回退距离15 轴一0点回退距离15 轴二0点回退距离是12 对吧 好 这是一个回退距离这个参数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双头互移参数里面的一个 双横横间距 好 这两个参数 你记住这个是80对不对 这是80 然后轴参数 一个是0点回退距离15 一个是0点回退距离是12 好 我记一下啊 写在这里 0点回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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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周一 前面是周二 一个是5毫米 一个是12毫米 对吧 对这个是12 周二是12 周一是个5 然后双头互移参数 这个双横横间距是80 双横横间距是80 双横横间距是80 好 好 好 这边是52 记住了啊 这是52 这5毫米是怎么来的呢 这12毫米是怎么来的 就是你是 这个5 这个回退距离 我现在不是说怎么来的 这个0点回退距离 什么意思呢 就是激光头 碰到线位 假设这是线位 这Limit 碰到线位之后 感应到线位之后 回再往回走 这个距离是5毫米 碰到线位 5毫米 这个碰到线位 退回来12毫米 好 那么 现在假设射脱 5毫米和12毫米 一个是回退5毫米 一个是回退12毫米 那么 都是线位都是在右侧嘛 都是在激起右侧 右侧 碰到线位 然后回过来 走5毫米 这个碰到线位 回过来走12毫米 假设说 是这第一种情况 这个之间的间距呢 是个10毫米 假设是10毫米 那么怎么改呢 就把这个回退改回退距离 回退距离 那么10毫米的情况下 我可以占改10毫米 分5份给一两 一两 一号两是要往这边移 二号两是要往这边移 也就是说 5份给他 他要加5 也就是说他要加5 他要往这边走 5毫米就是-5 这样子就变成 他回退距离是10毫米 他回退距离就是7毫米 这样子就保持就会 结果就会只能化出这样子了 但是呢 这个方向 他不有重合吗 你看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重合啊 这个方向有重合 这个重合 重合的距离太大了 他重合的距离不对 是因为什么 双横两间距不对 双横两的间距是什么 就是这个激光点 激光点就是 比如说这是一号 一辆打了点在这里 二辆的激光头打了点在这里 他俩之间的距离就是80 就是标准距离 就是80毫米 双横两间距 这个没有意义 这个不用不用多说 如果说他们两个间距 比如说我写个120 大了对不对 或者是多少或者不够了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是 这种吗 不重合 他们之间有不重合 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看到吧 他俩之间有不重合吗 是吧 这做这些工作的前期 是不具不具是准的 因为不具现在慢充当量 基本都调调调调对了 慢充当量是对的 所以说你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好 就这里 主要是说这个地方 零点回退距离 这个是怎么来的 零点回退距离怎么来的 就是碰到它 碰到线位之后回多少 那么回多少会影响 就是这个地方能不能重合 这两个点能不能重合 就是一号头画着线 70点 二号头画点70点 能不能重合 这种情况下 就是改这个回退距离 现在这个机器回退距离已经改过了 所以说如果到现场 因为机器要拆散嘛 拆散之后到国外装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好吧 然后 校准布局就一样的 校准布局就不用点了 不用说了打一个点 比如说S方向 比如说叫一横梁的 布局打一个点 然后走走100 再打个点 拿尺量量 对不对 拿尺量一下 看看是差多少 再长一点 比如说100叫什么 再做200 在上面在平台上弄个纸胶带 再粘上走200 在个位置 再打个点 他停的位置打个点 就这种胶带 双面胶 就测光斑测光斑的时候 放在机 比如说在这个激光头 在这里打个点 这00点打个点 然后跑一米 或者跑一米五 再放在激光头下面 打个点 然后使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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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一下 看看查多少 这种方式 嗯 就这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校准那个 满重当量 然后 这个叫什么 这个传送带的满重当量 是怎么怎么测呢 就是说 先在这边粘一个胶带 然后呢 这边粘一个胶带 这上面平台上面粘个胶带 这两个胶带重合 这两个胶带重合 重合 然后你点不进 不进的方式 比如说在这里控制 比如说 我设置走100 啊 确定走100 这样子走100 然后点飞轴往里面走100 啊 这不走了100了吗 然后拿尺量一下 这个距离是不是100 先拿尺量一下啊 100吗 差不多吧 大概就这么个测法 好吧 XY的脉冲当量就是你调整那个打点 打激光点走来调 然后打完点之后对角线也这么调 对角线 我看你带出了